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这只是真的观众推荐我的四五六啊前面那次我记错了我故意去翻了那个评论记录然后找回来的啊非常抱歉有时候真的年纪大记性不是特别好好那一个 这只四五六呃棉花糖我呃棉花糖应该是颜色然后就是一号双色尖也就是说双色尖我忘记是刀锋的还是水滴性打磨反正他两个尖一个是水滴打磨一个是刀锋尖的写中文和写英文的差别但中中文的话本身也是可以写英文的啊影响不是很大好那这些资料你们可以停一停去看一看笔的话上连上面这个logo我就没有了 但是比较奇怪是为什么国产笔特别是品牌笔他的一个包装从来都不是很统一这这点我比较意外另外我比较喜欢盒子是小一点这样子要比比较多然后就放在一起比较整齐那现在大小不一样啊这点是一个麻烦好哦这个这边这样好那个PanBBS啊这里终于看到了那这个笔是摸起来是一个纸质的一个呃材质啊再下来有点仿皮这样子然后这个嗯 好像只能开到这你看就只能开那只不敢不呃不太敢往下摆着碰到镜头不太敢往下摆算了就这样吧好那个这次是不是没有说明书了 好像好像真没有说明书了还是说有啊随便了不是很重要好有没有都一样都是这样用没有没有差别好那这个盒子等等先放一边去一年 好那一个下来啊这个套比又跟别的不一样了这个奇怪这个这个套感觉就是跟平常那种就这种塑料的不透明塑料不太一样啊有时候真不知道哪一个比较贵哪一个比较便宜那摸起来怎么有点油啊这这只啊没买过粉红色笔所以这次买一只那个粉色的对呃笔的一个纹理总体来讲我们先看一下个大小我们拿 那末将来对比我觉得还是比较公平的啊好这个先留紧一点然后跟末将比的话那初级完全就是差不多了 因为末将这个他本身比较粗然后边上这个看不到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他 比这个细从视频上面看但其实不是 末将是跟这个差不多出甚至比较粗那么一点点但是视频上面因为那个官员的影响嘛 那长度上面来讲也是差不了多少反正就是两只笔差不多 呃有观众反馈说此次好像看不是很精准那我以后就是说我拿笔来那个做一个对比啊尽量做好一点吧因为 个人时间有限也想做好但真的有时候真没办法啊多多体谅都要体谅 再下来的话这只比方这个粉色非常的都非常漂亮好像 就国产出过粉色吗还是说奥罗拉奥罗拉有没有出过粉色这个真不知道啊 因为我主要玩的就是 水人 万宝龙和百利金主要是这三个我是我是专注的这样子去玩笔啊 然后再下来的话 这个无可调底白白再加粉的然后整个纹理也没什么那个什么就因为这种很怕有那种白点那现在这么看这只是没有拼就是谈笔它的杆从来就没什么好挑剔的我觉得都很不错 那如果是像这里吗如果是像那个 邪乐 再加一条就是 这里是一个银的一个装饰吗如果在这条边上面它是能露出这个大理层哇那就非常毒了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这个笔盖 哦怪不得因为它是这个直接一套上去的这个是一个金属键 摸起来冰冰的应该是金属键然后整个一套出套上去就没了好那就没办法了然后再下来就是哦 中空里面就没有了哎那他这个怎么上他这个怎么上去这个 不知道了呃可能要猜一猜知道但是嗯这是挺好看的 另外比较来讲还是比较有心思的一个镜面这么一看其实 比较比他的比较其实挺好看的一个一个算是一个圈法就是一个倒角切割 然后也非常平滑那跟这个就是 这么刚硬的一个形态一个简念的形态上面配一个这么柔和的就这类这么花小笔感还是 视觉上面来讲冲击世界冲击还是有的 那这个好像是观众推荐的负压上我那真的试一下跟前面那只 几号我就忘了 有什么差别就真的 真的要需要看一下 但这个感觉就是怎么讲他的这个 负压的一个什么就这个虚位就是 不会晃真的非常紧 另外一个就是 整个比哪些还是一样他的比我 我个人讨厌很短的那种比我们或者就是 像那个 现在很多的一些就是说所谓的一个手工笔吗 就是 总成还是固定的但是其他的就是你自己做那 他们那种基本上这里细细的然后为了好做然后也是那个属于工模件吗 那一扭上去就结束那变得这个很细这个很粗那那种 个人觉得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的说实话啊 然后这下来这个笔色的部分 看起来不是很干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知道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双色笔尖来讲这个真的要跟那个 万宝龙来对比一下了我觉得这种就双色尖什么的 双色尖对金色大家也是差不多没什么很大的一个差别 但是这个金色相对来讲没有万宝龙找那种那么闪亮能看得出来吗就是同样的光位上面去对比 好大概是这样子 就当这个金不知道是属于什么金了就是说这个度可能是度就泡下去的时候那个时间的一个问题 再下来这支笔 咦好可以拆可以拆 嗯 个人觉得还是不要拆了这个 还是不要拆不要拆不要拆 那现在你可以扭出来知道 但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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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嗯不要那么着实笔都是拆坏的不是用坏的啊这个记得 再下来的话其他的就这个粉色真的非常漂亮 除了 就他的笔感真的是我觉得挺出色的 但是就是笔尖来讲一直不是让我满意 就是好几只笔都讲过的这样子一个问题 呃 再下来其他的没有了 那这个的话就这种形状完全就个人喜不喜欢了我觉得他这里是往外抛的 这里是往里抛的那 可能觉得我这么扭那比较好扭那这个就是所谓人体工学吗 但是这个 就能监制这个东西人体工学因为人体工学 只要主要讲的不是外观性的他是运动性就是 你在运作图图中哪一个损害比较大 而不是说你拿起来的时候 就能感觉到人体工学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这个东西很很多时候是一个误区 因为人体工学真的是 他是主要职业老鼠呢出来一个东西了 然后 你这个就是 外观上面体现我个人觉得 呃对有点夸张 嗯 好那我们就不说那么多先上摸一下 再看一看那个效果怎么样 那这个都要普遍来讲我觉得这一只会比上一只那个更好 但上一只那一个我真的忘记叫奥巴尔森拿错 这个是谁 呃不知道忘记是那个 哪一只的真的因为 记不来记不来真的这么多 好然后还是一样我们把这个上摸 那我是万年黑色摸这个没有办法了 那所以说 等会看到粉色里面会有黑黑的 那这个完彩摸会比较好 来也是一样 啊 有有摸吗 嗯 还没有可以 再来一遍 尽量上那你们看到就是说他上摸的那一刻啊 可以了看到黑黑的对对对吧 那上了黑黑的那就问题就开始出现了那 还是一样我先把这个笔给 悬回去先顺便那个插一下这个笔 那这个之前那个观众跟我讲过他是那个就是说飞机不扭紧的时候也 就即使留紧在坐飞机的时候也会落幕因为那个气压原因 这次会不会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好手弄到了 呃我不知道那个原因是在哪这个 呃不介意的麻烦帮补给一下非常感谢 呃再下来呃 我那整个我是玩黑色墨那其实这个你看到 像这些地方 黑黑的开始就看到刚刚还是很透明的一只嘛那现在这么看就相当于讲就差很多了然后整个黑墨 不懂为什么变得咖啡色好 那大概就这样子那我们先试一下墨水看一下怎么样 好撕写完了那非常抱歉忘记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笔尖那顺便给你们看一下 笔尖的话这一支撕写完了那非常抱歉忘记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笔尖那顺便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那个 这个真的看不是很看得出了这个真的没有放大镜真的很难看出来 呃这一支笔还是之前讲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笔尖的反馈不是个人来讲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呃滑还是怎么讲的就是 呃 阻尼感但是又没有阻尼感那么呱呱的那砂的那种感觉但是滑又没有滑呢感觉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他的笔尖啊 这一支还是同一个问题就这个个人问题了但弹笔的话可以换笔尖这个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他的 笔尖的话反正就是比平常小的在偏大笔墨墨墙的这个吗 再小然后偏就小再大一号这样子 反正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笔尖去换因为这类笔的好处就在这里就是说 呃弹笔的话就是说我可以换那个杆然后选一个喜欢的笔尖 然后做一个自己专手的属于说个人化的一个钢笔那国产笔很多好处在这像欧比的话就比较难了这样 要这样子玩的话 然后那个书写感受来讲您看到就是说 F间细是肯定够细了就是 唯独问题就是书写感受不是特别好 其他没有什么大碍那你看出没也是没什么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 出没量肯定还是一样不是很大 轻轻的几笔再重重的几笔你看他就是说反馈还是非常明显的那这可能就是弹笔笔尖的一个特色 好那大概这样子那书写感受没什么好强 那真的是因为他的笔感是比他笔尖出色这是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好那大概这样子 但是如果整根笔盖起来的时候你看到黑黑的墨其实还是有点脏脏的那感觉 如果可以的还是最好用红色会等等其他的彩墨会更漂亮一点 那好整根笔的评测就到这里有什么的可以帮我补充一下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